夫妻之间是责任在威气,还是因为爱才在一起,从称呼上就能看出来,一听便知,情感和爱意通过语言表达,夫妻之间爱的程度通过称呼来体现,下面几种称呼,只有特别问爱的夫妻,才会这样称呼对方,别害羞,看看你们是哪一种, 一,爸爸妈妈,有了宝宝以后,双方就该跟着宝宝,一起称呼对方为爸爸妈妈,像娱乐圈的邓超夫妇,孙丽跟着孩子一直称呼邓超为爸爸,还有贾静雯夫妇也是如此,他们的幸福感简直要一出屏幕,这样称呼彼此的夫妻是爱情与亲情的交流,现杀旁人,二宝贝娱乐圈的小S夫妇,一直互相称呼对方为宝贝, baby,虽然已经结婚好多年,但丝毫不觉得肉麻,就算在公共场合,也不觉得难为情,这样的人一定是从心底里,把对方当作自己的宝贝,所以不管在任何场合,都不会觉得难为情, 三,肚明用肚明称呼对方,真的非常有爱,这样称呼彼此的夫妻,实在把婚姻当成恋爱来过,从来不觉得婚姻是枷锁和负担,也不会感受到婚姻的疲劳期,因为在双方心里,对方都是自己当初最爱的模样, 四,专属昵称特别温爱的夫妻,想要迫不及待地宣告主权,用专属昵称来显示,自己在对方心里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地位,不同的夫妻, 昵称千奇百怪,有甜蜜可爱的,也有搞怪取消的,有的夫妻甚至会把对方的一个缺点当成昵称来叫,虽然听起来有点不好听, 但是真的很特别,每一对夫妻都有他们独一无二表达情感的方式,如果你们不是这么称呼对方的,也并不说明你们不爱对方光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晒出对另一半的称呼,狂撒狗娘。